另外来看到在马来西亚的新山慈祭人文学校 在岁末园园特别举办了一场运动会还有表演活动 大家运用巧思设计的表演与运动竞赛 都必须要符合核心、核气、护爱还有协力的精神 而除了从玩中学、做中学 许多平常忙于工作的爸爸妈妈也说 陪着孩子一起做这些需要培养默契的运动 在无形之中也拉近了亲子关系 不管是接力跑步还是拔河 这些看似寻常的运动都需要同心协力才能完成 新山慈祭人文学校岁末透过运动会 还设计了有趣的活动 让家长陪着孩子从玩中学 我们是参与那个一步一脚印 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不知道它的真正的方式 我们就在里面慢慢地学习 怎么样去把那个砖块丢得 就是适合我们脚步不要拉得太远 拉得太远我们自己辛苦 就是端端那个圈基本上看起来是很简单 但是说跟他玩起来的时候就知道说 大家两个人的亲子要复合要很密切地复合 创意服装比赛大家用回收的报纸做衣服 不管是音乐还是戏剧等各种表演 都要呈现出核心核气 互爱协力的精神 带新闻知识美志工 马来西亚新山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